葛仲珊 鴨肉麵還遇到她 葛仲珊 對 所有人在跟我拍照 那Miss Cole在點餐 對 她怎麼點 她怎麼點 我又不會模仿她 我模仿在幹什麼 我還不知道 妳現在知道模仿 小優好像妳的模仿數量 就那三個 我真的是偏數量比較少 Miss Cole 很多 對 雅琴姐 仲珊 仲珊姐 小可 那到底是這三個 沒有 這幾個是大家比較為人 所津津樂道的 還有模仿海產 大家不知道的 模仿海產 海產 對 因為最近很多人 妳模仿海產 她長得很像海產 對啊 眼鏡要先戴起來應該就像 給她一個眼鏡好了 因為海產現在最近都靠模仿 我在騙吃騙喝 然後到後面好像現在也開始有人 叫我去模仿海產 那個模仿 模仿到有些地方 像葛仲珊 對 有一天在大安路東新街那附近 好細 買鴨肉麵還遇到她 真的假的 對 所有人在跟我拍照 我問 那Miss Cole在點餐 對 她怎麼點 她怎麼點 我又不會模仿她 我模仿在幹什麼 我也不知道 妳現在知道模仿 她應該是滿有節奏感的模仿 好有節奏 她就在那裡一些 她就是會這樣子 有鴨肉飯 鴨肉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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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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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人的特色很 有一次我去點麵 一碗大麵 四個而已 阿嬤就說 妳怎麼是空空 鴨肉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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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知名的 沒有知名的事的不算 沒有知名度 人的特色 你戴口罩 戴眼鏡 戴帽子 一碗大麵四個字 四個字 妳怎麼是空空 我都還沒有點那個混沌湯 我還沒說 噴是湯 她就認出來了 聽聲音 這個人的特色是很重要 所以你以後晚點餐 你不能再唱 你一定要 然後她就說 後來 後來我就說 我說 阿嬤就說 你剛剛是康康模仿檸檬鴨 她是你的粉絲 我遇過一個人很好笑 為了怕被認出來 是 然後我們有知道我們要出去 然後要點餐 大家一群朋友 然後他就為了 就是丞翰點了 他為了怕避免人家認出來 點餐然後打電話 怕麻煩 你用什麼 他說什麼 我 500怎麼弄 我也不知道怎麼弄 我也不知道怎麼弄 不可能不知道 就不可能不知道 他就說 大家好 他說 你好 我也要點餐 五個人 四大 你小 靠房 我要包牆 對 然後那個人就說 好的 陳先生 我也要點餐 好啦 你既然都這樣講我就講了 以前我年少輕狂的時候對不對 就是還沒有 還沒有戒掉這個 汽車旅館的時候 郭台借了 年少戒 汽車旅館 我開車一定到汽車旅館 一定要面對 怎麼辦 我就說 頭低低的 黑掉 沒有了 這樣不要懲罰 不要懲罰 這樣不要懲罰 不要懲罰 好 抓了 不要出來了 再一次 再一次 祕密是500 他給你207 對 就是陳先生 所以你看 這個是歡樂的 但是 我們經常在講 在台上表演都一分鐘 台下十年的努力 真的 你們的認真 我們真的都看到 謝謝 對不對 有些表演還真的讓我感動 哪一些 葛仲山那一段我就感動 有 我覺得憲哥那時候 給我很大肯定 因為那時候我模仿葛仲山 其實也是在大樂門 就是出登場 那時候我也是想說 還有像嗎這樣子 而且葛仲山本人還在現場 對 壓力超級大 第一次出登場 憲哥就說 這是我看過你 有起來最好的表演 你看幾年了 幾年了 好想再看一次 快十年了 對 對 印象太深刻了 89年 89年來都沒有進步 新的作品 我沒有看過你模仿葛仲山 而且因為像葛仲山的訣竅 就有時候會不小心 跑到比里姐去 因為聲音都是會很渾厚的 比里姐會怎麼樣 比里姐會怎麼樣 比里姐就是 完蛋 這是楓洋輝 你現在沒有完蛋 霍免 比里姐就是一問三不知 比里姐你今天怎麼在這裡 你怎麼會來宣傳 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 比里姐那你等一下要去哪裡 你問我 我問誰 康康的演唱會是幾月幾號 對啊 我叫李秉慧來跟你說 李秉慧 李秉慧怎麼樣 李秉慧怎麼樣 怎麼樣呢 歡迎李秉慧 打我吧 5月27號在高流 6月3號在北流 以後會去下流 特別來賓是吳忠祥 喂 康康的人員特別好嗎 朱大哥 還有那個陳一蘭 我最近還夢見高大哥 高大哥在夢裡還跟我說 朋友一生一起走 我就驚醒了 好可憐 不要剩下 我們接不下去 最近他代表無不可提醒 我是Nono 我是康康 我們是 花生湯 湯蘭花 花生湯 湯蘭花 花生米 米蘭花 花豆 豆花 花生湯 花生湯 湯蘭花 花生花 接回去了 接到到吐了 你要看夜市繞幾次 接回去 後來現在才覺得 我們也 那個很經典 很經典 製作單位是說鐵三角 對啦 憲哥 講到十字路口這個節目 這影響我很深 因為我每週都看 然後它那個旁白OS我會背 歡迎去看十字路口 我們歡迎吳祝賢 康康Luno Luno 好厲害 威爾史密斯 在今年奧斯卡頒獎典禮上 因為不滿頒獎人 克里斯洛克開妻子玩笑 奮而上台怒甩巴掌 台灣演藝圈 也曾有過賞巴掌的熱潮 請問 最近哪一位藝人 過往影片被翻出 網友封為台灣威爾史密斯 威爾史密斯 這個應該送分 這個好笑 B 余天 C 賀伊蛤 喂 好的 1 2 3 請舉牌 1 2 3 請亮正傑 全部都寫余天 余大哥 到底是不是 今天一起來看正確解答 恭喜答對 余大哥 哇 天啊 你看 一定都要玩這個 他們那個都會玩這個 對筋 不簡單 不簡單 一樣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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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輩他們都敬業的 他在打的時候 如果你自己沒有用麥克風 去收音的話 這一巴掌是白打 對 他會變成這樣 憲哥你可以示範嗎 反貴想要你啊 怎麼樣收音 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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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收音 好復古 嗚 嗚 嗚 有了流血 有了流血 我為什麼聽你的啊 沒有幾個人可以讓大哥聽你的 自己打自己 看我傻傻聽到音樂就去了 對 流血了 不過當時看到那個雅萍姐有沒有 然後在這個餐廳秀都會有一首歌 你的老婆說我的比你長 這是什麼 什麼東西長 什麼 什麼 頭髮比你長 好久 好久 現在這種橋段就比較少了 有有有 現在喔 晚餐 你們都看得到 晚餐又有 全部都收錄在晚餐 有很多朋友會來 那天彬彬姐 我在Easy Fight的時候 她也來 聽說很多前輩都會來跟她加油 康康的人緣特別好 朱大哥 還有那個陳一蘭 我最近還夢見高大哥 高大哥有過去 高大哥在夢裡還跟我說 朋友一生一起走 我就驚醒你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我們接不下去 最近他帶足不可以平 加油